最近,肖战给Vogin二月刊拍摄了一组内夜大片,照片刚一曝光,就迅速登上微博热搜。 镜头里的肖战眼睛里一眼望得到的干净,纯粹,俊朗的五官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,在嘴脸的摄影机面前也愈发自信。 从容,在屏幕上散发出来的魅力依旧吸引人,用粉丝的话说,他的眼睛好像会说话。 在这不久之前,肖战另一组时尚巴刹的杂志大片也登顶热搜,肖战绝对算是去年爆火的男明星其中之一,觉得自己体型不够完美,他就不吃饭拼命地减肥,因为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指甲盖脱落,他也完全没有提过。 直到后来,有一期,因为提议要光脚表演,他才说,我的脚趾盖掉了,光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效果,而在脚趾盖整个掀掉之后,他只问了一句,还会再涨吗? 后来,肖战在采访中回忆那段时光,我也知道自己不是科班出生,但别人能做到的,我相信我也能做到。 在陈情令的拍摄期间,肖战有很多被人打背雨林,还要掉一片威亚的戏份,而且,拍这部戏时,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,却还要穿上厚重的戏服,这对任何人来说,都是个巨大的挑战。 但是肖战做到了,他最终完美地完成了这部作品,是非在己,毁欲游人,得失不论,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最开始,既然决定要做,就要把它做好。 而朱仙的导演程晓东也说,肖战是所有演员里最苦那个,寒冬里刚从水里上岸,那边就有鼓风机等着吹,而且,几乎每场戏都要吹,吹出的风里,还夹杂着地上的灰尘和叶子,让他鼻涕眼泪一起流。 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剧里,眼睛一直有红血丝的原因,所谓,始于颜值,终于人品。 如果说一开始,肖战是因其纯澈的双眼,干净的气质,有感染力的笑容,吸引了陈情令和朱仙一的两位导演,而这两位导演,却最终都因肖战的意志力,纷纷肯定了自己的选择。